欢迎回来看人扑街最开心系列 我有几条片大家都Tag了我的 事不宜遲 林泰登屋终于都完成工程了 我们一起看看装修好的全貌 对,厅厅是很深的 梳化跟电视的距离真的有点远 除非你摆一部70寸电视 否则真的厌眼 但我觉得它没有饭桌 如果有饭桌的话 一边应该做饭厅的 这家屋实用面积很大 但有很多杂物不知道放哪里好 30多年的家具都残舊了 重新设计过空间布局之后 客厅看起来依然是很阔落 之前电视櫃和梳化距离很远 它之前没有规划的储物空间 所以这些东西只能在电视旁边 视觉是有点烦的 现在蔡师傅把它设计了一个特色长的电视櫃 配合灯光效果 又是特色长 我想我对特色长的意见应该是 完全被记录在我这个频道里面 特色长重点 面积要够大 不要有东西切割 才可以看到效果 我知道近几年 因为圆角櫃真的很热 无论圆角的柱是什么柱还是柱 你做一个圆角都很多人会做 甚至是赠位做圆角 但如果你做圆角櫃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圆角最好是一整面 继续的面积 因为你做圆角 你就是想玩手工 你想一个这么特别的物料 你都可以做到圆角 很厉害 这个是你投资了钱去投资 有设计 有 你看不到一个完整的圆角的意思 就无谓了 我刚才看到它里面有一张床 其实它可以整个柱打开 如果手工好的话 因为这个其实挺难的 你开门 你的门的圆 圆的直角 和顶的柱的直角 糊度你做得对 它不销 不吞 这个是有高难度的 我希望可以做一整块圆角门 如果它坚持 坚持要用那个温石纹 的话 可以粘着整个温石纹 就不会一整一点 完全是有酒店的感觉 酒店?哪间酒店? 你可不可以跟我说 用哪间酒店做参照? 冷光和暖光之外 其他颜色都可以做出来的 我真的很想问大家 究竟为什么要做这么多椅子 客厅就用了两条灯槽 可以调调光暗和光的冷暖度 你可以准确地掌握 但是灯光的光暗度和冷暖度 很重要的 你可以做Mood Light 做不同的Mood 但是两支筷子 放在一个厅里 我觉得 可以有好少少的方法 现在电视和梳化这样的摆法 观赏距离就刚好 我建议大家去看看我 我去跳窗帘的正确使用方法 对大家有帮助 窗帘应该由天花板到地上 智能会高一点 而且整体一点 不要再犯这个错误 整间屋所有门口位置 都安装了智能控制面板 除了看见每位用家的习惯 无论你想加什么灯光效果 都可以在这里自动变换颜色 选择光暗度 开派对也还可以 我想问大家在家开派对的机会有多大? 动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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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答我 有个人要到家的时候 就算你不在这里 都可以在手机上摇他开门 这个普通一把密码锁 都有这个功能 不是很复杂的 我觉得密码锁是一个很好的投资阵源 尤其是我真的会忘记大铢匙出街 我曾经无数次试过 穿着一条胶烟通出去倒垃圾 然后闭了门 然后我的铢匙在家 我是要邀请人来求救 这个经历实在太痛苦了 所以密码锁我觉得是全世界最好的发明 而且他说送货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好 当然你首先在家前提 你没有100万元现金在家 但是货压费先 但是给送货 你给一次密码的送货完 然后他会很安全地 放一件货在你家里 然后马上走 这个我觉得是很好 密码锁值得投资 Yeah 好了 说回以前的客厅 有很多货物 看上去也只有一个带子 东西就没有带子 现在做了全新的特色场 里面其实内有乾坤的 这里是一个货物房的空间 如果有客人上来玩夜了 又可以在这里借宿一宵 Honey 香港最东西最西的 西贡去屯门的的士费 我想是三百多元 四百元 我会给四百元回家 我也不想躺在这个空间 配合上滲光的位置 用深色的柜去highlight 墙身有条子纹的墙 然后就将灯光打到摆放的陈列品上 整个高级感都出来了 下面还有椅子可以 我觉得这些只是给影相用 到时只会是一堆杂物 无数的沙布冷餐 还有电器 还有那个鞋柜 装鞋的地方应该不够大家用的吧 只有几堆 因为大门下面被咸水浸过 护食了这样一条大门 而且是残残够够的 重新装修之后 选了深色的大门 配合酒店风格 酒店 开灯的 这样走入圆关位 就会很明亮了 其实只需要一个Motion Sensor 不复杂的 以前厨房的这个位置 下面是放洗衣机 上面就是浪衫的 看起来不太美观 蔡师傅就将浪衫的位置 重新打造 装了两条通系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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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有个灯槽的滲光位 就是浪衫的位置 将浪衫是全屋最光的位置 浪衫这个问题 我想在香港99%的家庭都会面对 装支天浪衫架在厨房 不行 不要浪衫它 你不需要告诉别人 那里是浪衫的 你已经有很多射灯了 不需要在那个位置 浪衫两支 提醒一下 不需要用灯去扩大视光 那里有两支干锅 以前开放式厨房的设计是很旧式的 不想弃的 好像我小时候在家 浪漏了年纪 我记得我小时候 在这个装修的风格中成长 现在配合灯光设计可以 它现在的黑色 尤其是右手边的黑色 光亮亮的门 希望你享受做家务 因为那些手指墓应该会疯 做出酒店风格 深色的厨房套装 配合浅色的云石墙 镇下来一体化的 哇 林太太真是选择 你也要选择了 切得… 多少岁啊 在家里做什么 餐桌的台面石 是蔡师傅特意为林太太挑选的 真的石呢? 我看影片也看了 好像是绿绿 防火胶板 订造家具有个好处 就是可以把浅室完全拼到使用的用具 雪櫃和洗衣机位置都刚好 亲爱的 既然你也订造 为什么不订造 雪櫃是隐藏式的雪櫃门 一体式的雪櫃是贵的 既然你也是装修 为什么不买 整个可以隐藏在里面 尤其是你用黑色做主调的厨房 有一个银色的大雪櫃在里面 很外眼 要不然你就选一个 好像你的洗衣机 选一个深色的雪櫃 我的猫 以前林太太的睡房是很大 可以三边落床 真的很大 重新设计过空间之后 看下去一样大 Please 窗帘 我不说了 而且配合灯光效果 床底有灯光 依然可以做到三边落床 既然家里有这么多灯的环境下 我希望地板是 可以不要太亮 因为你看床框 反光去看到床的深光 很混乱的视觉 究竟光是哪里来的呢 蔡师傅特意选了金色配白色 感觉很大 门口走进来的空间 都不会觉得很迫速 门顶都是玫瑰金的 旁边用了一条纸墙 看下去比较有设计感 比较有设计感 比较有设计感 比较 以前这里有一部钢琴 压着空间 现在重新改造之后 变成一个特大的衣柜 林太太拆了很多储物空间 蔡师傅也满足了林太太的要求 可以把这些出街衣服 挂在这个位置 这里亦用了灯槽的光 可以用智能调校光暗 和冷暖效果 又是两支筷子 放在床上 真的好吗? 林太太 你想想想 躺在这里有两支筷子 在天花上 林太太以前的衣柜 就在这里 重新设计过之后 现在已经变成雷女的房间 蔡师傅利用这个全新的大衣柜 间开了两个空间 真的很厉害 一尺都没有浪币 走进去雷女的房间 就在一个非常私隐度高的空间 旁边是继续渗光 偷空了位置 减少压迫感 HOLY SHIT 那女的房间的空间是没有窗的 喂 等一下 那女的房间没有窗的 为什么不加大一点 给女的房间 看真一点 原来地台都可以储物 我希望女的房间 不是经常回来住 应该不是经常回来住 所以让房间给爸爸 应该是这样 所以有个地方睡就可以了 没所谓 因为厕所曾经爆过咸水管 所以看起来很多东西都煤熔熔烂烂的 很可憐 爆咸水管 整屋都没什么得正 不用要 重新设计过之后 简直是酒店一般的风格 哪间酒店 你用哪间酒店做记录 你跟我说 洗手盘 整个面板可以方便清建 我很喜欢洗手盘 一抹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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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不明白 那里有个奇怪的圆角 在那里 for what 在镜柜上也设计了满光 感觉很融合 不要了 做柜做到顶部 好吗 不要在顶部做满光 Please 师傅特地在起光的位置 做了两个入场的置物架 可以放下洗澡的用品之余 我不买置物架 我不买在浴室里面有置物架 因为那个位置的水积 污积 污积 是一个滋生地 我曾经也是浴室的置物架受害者 在一个长期潮湿的环境下 那个角落真的很容易发露 除非你每天都抹 你需要处理的程度 就像玻璃浴瓶 如果不想有硬水积的话 每天都抹 但是我没有这个时间 现在厕所 整个酒店厕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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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捉住我的手 我又要用这些招 捉住我的手 不要再用灯槽了 Please 就算你用灯槽 你也不要用彩色的灯槽 喂 但是感觉阔落了很多 是均一了 是 干净了 这些杂物去哪里了? 那些杂物就是 你以为要垃圾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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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件事就是 断舍离 你肯扔东西 起码在家里没有那么多杂物 而且不会再那么灵略 林太太太太 是啊 没错 可以在这儿看不同的电影 又教不同的颜色 是 如果你认识了一些朋友 又可以马上去旁边房 再密集 没错 打黑麻将 有两个人进入房 你觉得这件事挺奇怪 打麻将 然后有两个人进入空间 我都不觉得是火 进入空间是做什么 不准色色 是这样的 WOW YEAH WOW 林太太太反应 很漂亮 对 你主要是做我的酒店 是啊 现在那个 给大家一个建议 如果你想做酒店风 请大家回想酒店床铺 有多好是有 有花花 有公仔的 想想 酒店通常以白色为主 如果你想做酒店 你不选白色 你怕骚髒 好角眼 至少都选正式 正式才会是酒店风 不要选有花花 更加不要跟我说 有公仔的你想做酒店风 但我记得其实小了少少 对 小了少少 但是多了很多其他东西 可以收纳空间多了 算了 起码都三边下床 但女儿分一个 巴黎波特 本来是钢琴来的 对 因为女儿大了 她都不弹了 那我就送给她 不要弹太多 如果女儿大了 对 要赚多一点 我喜欢女主持人 我真的很喜欢女主持人 她反应很快 不要弹太多 要赚多一点 因为之前没有 我女儿就睡在隔壁房 现在选了一个房间 可以有独立的空间 她自己有私人的空间 是的 就是有点子母房的感觉 我刚才发现了一件事 原来女儿回房 是要经过妈妈的房间 这个冲击我的想象效果 可不可以给X-File的音乐 因为林太她经常出旅行 又去很多酒店 所以林太太也说过 很想要有酒店的感觉 我很想要有酒店的感觉 但你给了我 賓館的效果 懂得看的话 就必须留意 责物房张床很明显给崩崩住 不过免得给望明 批豆鲜 对 原来是给姐姐 突破漫长 很奇怪 为什么女儿要睡一间房间 但是 为什么不间大厅房间 给女儿住 可能是给姐姐 另外我怀疑 女儿是不是亲手 加加有本难言的经 我冲心希望 我再说一次 我活在乌托邦 女儿已经搬出去 不是经常回家 所以回来睡 无所谓 屈就下 所以让房间给爸爸 阿门 整间屋最有酒店的感觉 是女儿的房间 Capsule酒店 是设计师有问题 还是妈妈要求房间 女儿只有几岁 为什么要做子母房 枪也没有 整个棺材房 又不是没有地方 不会利用 还是妈妈自私 其实我也不知道 林太太为何有勇气 告诉大家 那是女儿的房间 为什么装修前 都没有餐桌 餐椅 如何吃饭 完全没有家的感觉 我看到她装修前 主人房 那里有几张椅 可能真的纯粹在 Counter bar 那张桌上吃饭 不是每个人需要餐桌 我在香港的时候 我的家都没有餐桌 很惨 我纯粹在书桌 和Coffee table 上面吃饭 又或者人家真的无法家庭 每次都出去吃 不要理人这么多 又或者给私人空间的女儿 但就间间30尺的密封房 给女儿 还要经历妈妈房 没有私人 我不敢说别人家的家事 钱用了很多 但全都没有和谐 甚至有点涼 沙发很肉酸 可能很舒服 她的女儿比哈利波 但起码不是睡留小孩 家房又那么窄 又那么窄 床也不逼得不逼得不逼得 米底的女儿睡得那么舒服 受不了就趕快搬出去住 地窗又那么滑 智能家居又那么低 又那么低 当爸爸住不惯 又多跌多几米 就可以快点进老人院 不要只会松头 做吧师傅 为什么可以想到是吃神 大男朋友 大男朋友 大男朋友回来 爆房前 要和世伯伯母打招呼 大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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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